對 你們開場是要先錄嗎?還是 開場是要先錄嗎? 就...好 直接從...就是... 教訓的環節 然後握穩定還是嗎? 對 握穩定完就直接調變 酷 欸等一下你們剛剛會休息桌子嗎? 還是你們直接站在這裡 站這邊可以了 ok 好啦 好 好啦 ok 好 然後我們之前也有上過詞曲 然後那個表演課 然後上次有帶人去... 信義去表演 然後那你接下來有什麼問題想問嗎? 你們自己有沒有遇到什麼 寫歌上的問題 或是表演上的問題? 沒有 舉手回答 好 請說小劉老師 欸你太兇了啦 你太兇了啦 你兇了 你兇的不友善欸 你兇的不友善欸 OK 欸你叫他老師欸拜託 為什麼 我要問說 就是對於表演沒有自信的 你叫什麼提升表演自信 我怎麼覺得你是最兇啊 對啊 就有些這個 你們是不是贏了 因為我最不定 撒起來 怎麼會走起來 培養上台時的自信喔 嗯 小八你在台上的時候 你對台下的觀眾 你會去跟他們互動 還是你是把他們當成西瓜 我會跟他們互動 你會跟他們互動 我直接把他們當成一個man 然後我在撩他們這樣子 喔 我真的爽了 我真的爽了 我真的超爛的 我真的這樣子 欸台北沙男還記住 沒有沙男 沒有啊 因為他就是上台班 這樣有自信好不好 阿豐子爺你是西瓜派的還是 如果是我 其實是我 你是西瓜 我應該算西瓜派的 雖然大家看我在台上好像 欸很疼 然後很殺 我之前也被講過類似的情況 可是欸我在台上好像很兇 但其實因為我的警示很重 所以我會把眼鏡拿掉 但是 然後我會這樣唱 我根本就看不到那個人 你是看不見派 對我是 看不見派 看CV這樣 把他當UFC的打 他那歲是你欸 我 其實我比較乖 就是我有一部分跟方式其實蠻像的 就是我都會帶過鏡 因為我是不怕人 但我會怕鏡頭 然後我怕鏡頭 我會點完過來就是 我會覺得像這邊有一個鏡頭啊 我就會很焦慮 因為他怕就是他在拍他 然後我看著他 可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在那個鏡頭裡面 長什麼樣子 有人這麼看我可以控制嗎 因為我對著鏡子 我就知道如果我才會照樣 可是鏡頭我會不怕 所以我就帶墨鏡 因為墨鏡會讓那個手機 鏡頭跟手機看起來融在一起 所以我就分開出來 這樣我就會幫忙 但如果是說什麼 觀眾不同的話 我自己的心態是 我表演永遠都是 表演給第一拍的人看 對 結果其實跟庫巴昌的上次所有不一樣 因為我覺得 喔 我有一所以我覺得我不紅 所以我不紅 代表一個表演會來看我的人 了不起頂天的就是二十到五十個人 這還是很多人怪的數字 所以假設只有五十個人的話 我差不多一定幾個進前三派 我只唱給前三派的人 我也幾個前三派人的活動 那我如果不是在跟前三派人互動的時候 我就盯著DA來看 那我就會覺得那從場 在視覺效果上就會覺得我好像是在對著身上唱 但我十個在插消他們 因為我知道後面的人有些不認識我 除非我那一場真的運氣不好 運氣不好